跟大家分享的是 a n t i 那這邊講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記憶救星這個字是什麼 南極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南極的就是什麼 北極的相片 北極的如果叫做什麼 arctic 那我前面加個 a n t t i 為什麼這個 i 不見了 因為 arctic這個北極的這個什麼 它第一個字母是母音 母音對到母音這個打架 所以它把尾巴碰掉 所以說等一下我們會講就是說 它的變形就是它的原型是 a n t i 可是它變形是 a n t 把 i 去掉 所以這個字是不是就很好記了 就是說南極北極你只要背北極就好 那北極的相反是南極是什麼 就前面再加個 a n t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解釋是什麼 這個解釋是什麼 against 就是對立的相反 那我們可以看到南極和北極是不是 互相在兩極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不是等於說 離地球最遠的兩個點 那是不是什麼 對立的它的變形有什麼 a n t 就是如果在母音前面的話就 a n t 比如說像這個南極的還有這個字 antonym 反義字 是不是你知道 它 i 也不見了為什麼 因為後面 o n y m 這個開頭是 o 其他的字的話你看到抗生素 那這個字有沒有 生 bio bio 像 biology 就是生命的意思 那前面是抗 抗就是反對嘛 對抗 所以抗生素 就是什麼 anti-biotic 那這邊是什麼 反戰的 沃爾是跟戰爭有關 那反戰的就在前面加 a n t i 那這個反感 這字比較 好進階單字 就是說它可以分析 p a t h 然後或者說 p a s s 這是有 feeling 就是有感覺的意思 所以你對這個人的感覺是什麼 對立的感覺 反對他的感覺 那你就是對這個人有反感 ok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這字手上字跟完全是對應的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